大家好 在用了那麼多AI圖片深層工具後 發現自己最喜歡的還是Playground了 每天有一千張免費的做圖 不用小心翼翼的計算點數 而且不用很高的電腦配置 深層圖片的速度也很快 並且除了深層圖片 編輯、補全等功能也非常齊全 真的非常不錯 今天就簡單說說Playground的一些使用的功能吧 打開Playground AI網站 點擊右上方的Create 選擇Unaboard 進入後 這裡就是它的主介面了 它有兩個功能 一個是Play的功能 就是基本的做圖功能 紋身圖和圖身圖 還有一個是Canlas 是擴充功能 我們先看看基本的Play的功能 首先是Filter Filter就有圖片的風格 這裡有很多的風格可以去選 Pump就是提示詞了 在這裡輸入你想深層圖的提示詞 接下來的是反向提示詞 就是你想讓你的圖片避免哪些詞 可以在這裡輸入 下面這部分是圖身圖 你上傳你本地的圖片 然後AI會根據你的圖片深層比較相近的圖 最後這個是特徵控制 你可以控制深層圖像的特徵 如邊緣、深度和姿勢 右面主要是一些模型和圖片配置 Model 就是AI模型的選擇 到AE這個是需要付費的 下面是選擇圖像的寬高 Pump Guidance 這裡的值 較高的值將使您的圖像更接近您的提示 Quality and Details 主要是控制圖片的質量 更多的步驟將產生高質量的圖像 但需要更長的時間 Seed 就是一幅圖的種子值 不同的數字會導致圖像出現新的變化 這裡就是只不用種子值 隨意的生成 下面是採樣方法 接下來這個是一次生成多少張圖像 最後一個是關於圖片的隱私控制 下面我們生成一張圖片來試一下 在左側我們在Felter內隨便選一個 輸入提示詞 然後輸入反向提示詞 右邊的配置我們都按默認的來 生成圖片的數量我們改成四張 生成後這裡可以調節Columns 就是這個介面一型顯示幾張圖 如果你對圖片結果不滿意 可以重新再去生成 然後對於每張圖這裡有一些小工具 Create Variations 就是根據這張圖 用圖生圖的方式 生成幾張各有細微變化的類似的圖片 比如說我們這裡指定生成四張 點擊Create Variations 那它就生成了四張相似的圖片 然後可以下載到本地 Adding Canvas Canvas 功能我們後面介紹 然後是Actions 的菜單 這個菜單包括了所有的功能 Added這裡 我們可以輸入指令對圖片修改 比如說將衣服改成白顏色 不過它這裡竟然把房子也變成白色了 最後說說圖生圖的功能 這裡我們可以從本地上傳一張圖片 Actions 這個值越高生成的圖就越像圓圖 然後輸入指令 生成即可 如果不滿意可以多次去生成 圖生圖這裡也可以支持自己畫草圖 點擊後這裡有一個畫板 你可以用鼠標在上面畫出草圖 比如畫一隻貓 然後輸入指令 點擊生成 這樣就可以根據你的草圖生成圖片 接下來介紹 Playground AI 的第二大主要功能 Canvas Canvas 主要是用來圖像擴展 還有一些簡單的編輯功能 首先這裡我們先獲取一張圖像 你可以從本地或者是從 Playground 的網站上傳一張圖像 也可以使用圖生圖 還有就是你可以輸入提示詞 直接生成一張圖像 我們使用提示詞來生成一張圖片 下面我們可以進行擴展 拖動這個框 輸入指令 然後點擊生成 就可以在原圖的基礎上擴展了 如果需要對圖進行剪切 你可以點擊圖片上的剪裁功能 對圖片進行採檢 然後這裡有一個畫筆功能 比如我想在圖片加上一條河流 那麼就在這裡畫一條 輸入指令點擊生成 這條河就出現在圖中了 另外還有一個擦除功能 可以一鍵把圖中不要的對象去除掉 比如這張圖裡 我想把遠處的房子擦掉 那我就點橡皮擦這裡 然後在圖中把房子直接覆蓋住 點擊生成就可以了 最後你還可以去除背景 點擊圖片 上面有個去除背景的功能按鈕 直接點擊即可 不過這個功能可能對人像更加適用一些 最後再提示一下 Playground的手藝有很多優質作品 並且他們的Prompt 包括配置參數都是公開的 你可以直接點擊進去 進行參考 可以複製他們的Prompt等 好的 那麼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 感覺Playground真的是一個 良心的圖片AI工具 感興趣的朋友都可以去試試 今天先到這裡 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頻道 後面會持續分享好玩實用的工具產品 謝謝